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肾脏是我们人体重要的器官 它是我们血液的清洁工 每天过滤和清洁200升血液 相当于食童饮用水的量 当血液从肾脏里面流过 肾脏就负责把蛋白质、氨基酸等有用的物质回收利用 让尿素、鸡肝等水泽尿液排出体外 肾脏的主要作用是过滤、排泄、代谢废物 并有内分泌功能 帮助调节血液 维持骨骼的功能生成红细胞 但同时肾脏也是玻璃剩 肾脏细胞损伤后就不能再生 所以一旦肾脏发生损伤 就不能帮助人体清除多种代谢废物和多余的水分 还会导致大量的营养物质流失 发生水液代谢和酸解平衡失调 严重的可能会危及到生命 所以肾脏的好坏决定了人的生老病死 一个人想健康长寿 必须懂得保养我们的肾脏 肾脏强壮的人就算年过半百 他的皮肤依然是年轻有弹性 而且是人观焕发的 现在很多人因为饮食和生活周期不规律 导致我们的肾脏开始出现了问题 而且最常见的肾脏问题就是泡泡尿 也就是尿中有泡沫 这个也是很多人都遇到的问题 这种情况 尤其是在早上睡醒以后 第一泡尿最为明显 但是很多人不把这个情况当一回事 如果常常出现尿液有很多泡沫的情况 很可能就是肾脏出现了问题 出现泡泡尿是因为尿中的蛋白浓度较高 会使尿液中的表面张力增加 从而激起了泡沫 一次性的蛋白尿可能是有为高热 严寒、剧烈运动、精神紧张等情况导致的 但是如果是持续性的蛋白尿 那就很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 其实这种情况一般是早期慢性肾病的典型症状 严重的还会慢慢演成肾衰竭 那就要一辈子洗身过日了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了 另外 早期的慢性肾变还有可能出现水肿 表现为下肢以及眼部周围水肿 这个也不要忽视了 为了防止肾病的恶化 我们平时一定要护肾和养肾 及时的帮助肾脏排毒 减轻肾脏的负担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平时养肾护肾 排出肾毒消除蛋白尿的食疗方法 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 但是具有非常好的效果 首先我们来准备山药片15克 我们这里最好用肝山药 山药性贫 胃肝 山药对肾非常的好 它有健脾补肾 固肾一斤的功效 无论是阴虚火网 还是肾气不顾 而一斤早卸着都可以食用多时 再来准备深一米15克 一人能够增强肾功能 并有清热力量的作用 一米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液 维生素B 还有丰富的水溶性纤维 是一种非常好的美容食品 而且还能降低血脂 血糖 还能有效地抑制矮细胞的增殖 再来准备15克的黄芪 黄芪可以减少蛋白尿 减轻肾脏的损伤 黄芪也是中医治疗 肾病水肿的常用药物 把准备好的黄芪 山药和一米倒入大碗中 加入清水将它们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倒入清水浸泡着备用 现在准备口锅 把泡好的山药 一米黄芪倒进去 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盖上盖子 开大火把它们煮上半个小时 近年来研究发现 单位的黄芪就可以减少蛋白尿 减轻肾脏的损伤 而且有治疗肾病的作用 具体来说 黄芪有以下的作用 第一 补气 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预防感冒 降低肾病的复发率 第二 消除肾性水肿 以及糖尿病引起的水肿 第三 可以降低尿蛋白 保护肾功能 它可以降低致炎因子 减轻肾脏的免疫炎症反应 从而降低尿蛋白 第四 可以双向调节血糖 黄芪剂可以降低血糖 也可以将药物守制的低血糖升上来 有双向调节血糖的功能 第五 双向调节血压 对于低血压和高血压 都有调节的作用 第六 可以保肝 通过促进核糖核酸与蛋白质的合成 使细胞生长旺盛 延长寿命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个留言和每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请在底下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趁着这个时间 再来准备五克的枸杞 把枸杞倒入碗中 加入少许的清水和面粉 我们把枸杞清洗干净 枸杞自古就是不剩了两药 对促进生功能方面 有独特的作用 尤其是对于肾气虚 肾音虚不易的效果尤为显著 枸杞用面粉清洗过后 我们再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干净之后 将它控水捞出 放入碗中 黄芹山药一米煮半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关火了 然后把枸杞倒进去 焖上两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 然后把里面的汤水倒出来 就可以直接喝了 这道山药 黄芪 枸杞茶 不仅可以护肾 固肾 还可以帮助排除肾毒 消除蛋白鸟 减轻肾脏的负担 肾脏是我们身体的重要器官 平时我们也要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多多注意 一 饮食方面 饮食要清淡 避免进食含盐量很高的食物 如咸菜等 尽量避免进食辛辣刺激的食物 如辣椒烧烤等 戒烟戒酒 平时要多喝水 少憋尿 从而利于排除体内代谢产物 二 运动方面 平时要适当运动 促进新陈代谢 从而增强肾脏排泄功能 三 生活方式 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 要阻息规律 避免熬夜等 还要定期检查 肾内科最常见的疾病 如肾小球 肾炎 都会影响肾功能 需要及时发现 及时治疗 除此之外 还应注意多休息 避免一些可能对肾脏有毒的药物等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 动动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 感谢观看